大家好,我叫鼻山天,鼻是鼻附近的鼻,山是山树的山,天是天空的天,我像山山树一样,这童韵小,我来自看萨斯州的欧布林park, 我是大二的学生,学习国际贸易,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两个故事,第一个故事, 当朝著名是人离白晓时候从不认真读书,他不好好学习,就知道有一天,离白朋友一个白发藏藏的老婆婆, 老婆婆正拿着一根大铁棒在石头上摩,离白觉得好奇觉,问老婆婆,你在说什么? 第二个故事,老婆婆告诉离白说,我要把这根铁出膜,成一根血花针, 离白听了很感动,从此他就用功读书,终于成为问号 第二个故事,我字的故事,我上过数大家的学习中文改变了, 我的生活上大学习前,我就上学习国际贸易了,可是学习国际贸易的学习一定要同时学习门华语课, 从小学习三年之道高的,我一直学习班押语, 所以我当时觉得在上市西班押语没什么意思, 我的朋友我有问我,我要学什么语言,我告诉他们我的算学中文, 当时我是在当小华将,他们也在当小华庭, 然而后来,我真的开始学中文了,而且也越来越喜欢学中文了, 学习中文是我生活里的一个最重大最有意义的对子, 中文不是一面简单的语言,学中文需要很大的狠心和毅力, 就像你把宋老婆婆那里学到,只要共富神, 贴出我成真的道理一样,在学中文的过程里, 我能到的同样道理,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